为什么会长出白头发?学者研究分析后,原来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这里。 随着岁月的流失,乌黑的绣发也渐渐的变苍白了,能拥有一头黑亮的绣发,一直都是不少人收求的一个愿望,如果要解决这困扰,当然就要寻找最根本的问题。 找到问题还不够,还要加强自己的头发保健知识,好好的让自己在青春回来。 以科学方面来看,2009年英国就有一位博士研究毛囊停止产生黑色素的原因,原来是身体自然产生的过氧化氢,会干扰黑色素产生。 而当年纪越来越增长,过氧化氢也变得越来越多,在这样的变化下,自然而然头发就变白了。 除了遗传因素外,主要是精神,生活压力大,情绪紧张,失眠,或是饮食不均衡,都有可能造成头发的伤害。 究竟乌黑的绣发能不能再回来呢? 南宋知名诗人陆游,他一直到了80多岁时,仍然身体还非常硬朗,而他到临终前,白发中就有长出几根黑丝,另外还有一位上班族。 过去他长期下班后,天天坐在电视机前,浪费青春,他发现那段时间,白发越来越多,皱纹跟黑斑也不自觉地一直冒出,最后他开始接触运动,大太极,练起功,修心养性。 慢慢地,白发渐渐变回灰黑色。 由上述两个例子就可以证实,如果保健得好,仍然可以再换回那些休眠的细胞,使它们在为你制造更多的黑色素,切记。 不能白除那些白头发,这样反而会损害发根。 头发的健康可以从日常饮食开始做起,多摄取鲑鱼,牡蛎,深绿色蔬菜,胡萝卜,坚果,低脂乳制品等食品来补足体内的蛋白质,维他命B群,铁,也要尽量减少风吹日晒及化学药品的伤害。 另外,定期的使用润发乳护发,另外提供营养出黑发的五大秘诀。 1. 不当减肥,偏食,小心狂掉发。 2. 摄取黑色食物,黑芝麻,龙眼前,黑糯米,等。 3. 睡眠充足,11点以前就寝。 4. 规律运动,放缩身心。 5. 以梳子或手指,由前往后梳头。 5. 尽管网络上流传多少样黑发片布,最重要的是别让自己一直处在紧张状态,保持好的心情才是最厉害的头发保健方法。 。 5. 理想 governments。 5. 以及宝商广可供應。 5. 根本来à。 5件上连着。 7件上述集, Wrotev。 7件上远迪所有空架。 1. engage preferences。